大家好,我是大厨阿斗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特别滋补的,药膳排骨汤的做法,汤鲜味美,营养好喝。 这个方子是我就老爷,一名老中医推荐给我的。 药膳排骨汤加入了六种中药材,补中益气,调养脾胃,气血量补。 我自己喝了一段时间,感觉效果不错,希望对大家也能有所帮助。 炖排骨汤,切记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炖,牢记三不放的诀窍。 保证您炖出的排骨汤,味美醇厚,肉质软烂,不腥也不柴。 首先,我们准备一斤排骨,排骨已经提前让商贩夺好了。 将排骨放入一个大盆中,加入一勺食用盐。 再加入一勺面粉。 最后加入一勺小苏打。 然后用手抓匀。 尽量让每一块排骨都包裹上面粉。 食盐有很好的杀菌消毒的作用。 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能力。 小苏打有优秀的去污和软化肉质的效果, 能够彻底洗进排骨表面的细菌和杂质。 等抓匀后,我们倒入适量清水, 然后把排骨抓洗干净。 中途再换几次清水清洗。 排骨就非常的干净了。 准备一口大锅,加入多一点的清水。 洗净的排骨冷水下锅,开始焯水。 加入几个姜片。 加入几片葱段。 最后加入一勺料酒。 这就是焯水去腥最常用的三件套。 接下来,开小火慢慢地煮沸。 在煮沸的过程中,排骨会慢慢地逼出内部的血水和杂质, 从而形成浮沫。 我们用勺子撇去浮沫。 因为我们的排骨开始就漂洗得特别干净, 所以水开后,再煮一分钟, 我们就要把排骨捞出来。 切记不要久煮,以免营养的流逝。 捞出的排骨,我们要用温水清洗干净表面的浮沫。 切记一定不要用冷水清洗, 否则会因为温度的剧烈变化, 排骨的肉会急剧收缩,从而口感发柴。 洗净的排骨,自然沥干表面的水分。 如果您赶时间, 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者厨房用纸吸干排骨表面的水分。 这样,等会炒制的时候才不粘锅。 另起一锅,把锅烧热后, 下入适量的植物油润锅。 等油热后, 先下入几片去皮的生姜片, 煸炒出香味。 等把生姜片炒得干香, 再下入全部排骨。 要不停地煸炒, 炒干排骨表面的水分。 炒到排骨表面微微焦黄, 肉香味浓郁的时候, 就可以加水了。 接下来, 炒锅中加入足量的开水。 开水要一次性加构, 切记不能直接加冷水。 还是那个原因, 以免排骨因为热胀冷缩, 从而肉质发柴。 就这样保持大火, 不加钙, 继续煮15分钟, 有助于腥味的挥发。 在这个过程中, 排骨会吸出自身的油脂。 油脂在猛烈的沸腾中, 被撞击成小粒, 然后被油离蛋白质包裹之后, 形成悬浮液。 这就是排骨汤变白的奥秘。 厨师的行话就是, 旺火煮浓汤, 小火煮清汤。 等待的时间, 我们准备滋补的中药。 这些中药, 都可以您家附近药房轻松买到。 都是常见的中药, 关键是比例。 黄崎石刻, 它功能主制为, 补气固表, 脱毒排浓, 利尿, 生机。 人身片两刻, 它功能主制为, 大补元气, 腹脉固托, 补皮异肺, 生精, 安神。 当归五刻, 它功能主制为, 补血, 活血, 调经止痛, 润造滑肠。 甘草五刻, 它功能主制为, 补皮异气, 清热解毒, 虚痰止咳, 缓急止痛, 调和猪药之功效。 陈皮五刻, 它功能主制为, 礼器健脾, 造湿化痰。 枸杞子五刻, 它功能主制为, 滋补肝肾, 易经明目。 前面五种药材, 用清水漂洗干净后, 略微浸泡一下, 这里着重说明一下。 如果您第一次喝, 不太习惯味道, 可以按比例减少用量。 洗净后, 沥水备用。 枸杞则单独清洗一下, 简单洗去浮沉即可。 然后沥水备用。 再准备干红枣六个, 红枣有氧味, 健脾, 易血, 滋补, 强身之效。 干红枣要买这种表皮皱皱巴巴, 颜色不均匀, 没有熏过硫磺的红枣, 用清水漂洗备用。 再准备一根甜玉米, 我们则直接改刀切成小段。 再把小段一分为二。 全部切好后放入一个盘中备用。 等汤色奶白后, 先下入黄芹等五种材料, 也可以用纱布包起来, 这样方便捞出。 然后再下入全部玉米。 接下来, 我们换一个砂锅, 盖上盖子焖煮40分钟。 我们这个滋补排骨汤, 有三不加。 第一是不能加料酒, 第二是不能加八角桂皮等任何一点香辛料, 会掩盖住肉味。 第三不能加的就是鸡精和味精了。 加了这么多中药材, 再加鸡精味精的话, 味道真的是一言难尽。 40分钟的时间, 很快就到了。 我们打开盖子, 把红枣放进去。 然后继续焖煮20分钟。 20分钟后, 我们打开盖子, 倒入全部的枸杞。 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盐。 不管您炖什么汤, 盐一定要最后放。 如果放太早, 会让排骨的蛋白质变形。 鲜味也就释放不出来。 汤色发污, 不够醇厚。 给盐后就关火, 继续焖10分钟。 砂锅的余温会持续沸腾几分钟, 把盐融化, 并把枸杞煮熟。 枸杞不耐高温, 要想保留其中营养。 例如枸杞多糖, 甜菜碱等, 一定不能久煮。 一锅热气腾腾的滋养排骨汤就完成了。 看上去是不是非常漂亮呢? 排骨软烂脱骨, 玉米清脆回甜, 汤汁清香醇厚。 看上去平淡无奇一碗汤, 里面却大有乾坤。 汤里面的排骨和玉米都可以吃掉, 药材则弃之不用。 喝之前, 还可以在自己碗中加上一些白胡椒粉, 然后倒入排骨汤, 这香味不就上来了吗? 天冷的时候, 趁热喝上一碗, 顿时觉得全身都温暖起来, 让您一天都元气满满, 精神抖擞, 气血两旺。 您如果最近也感到中气不足, 可以试一试这道食谱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 请您关注点赞收藏, 转发给更多的人。